啦啦啦啦 哇 看球队的千姿百叹 一个真正的球迷 在不同的场合有各种各样的看球姿势 在路上看球 一般会端着手机躲在车里一地儿 那是沉迷于比赛无法自拔 你看他有时候原地投一空气了 那可能是看比赛里进了个好球 有时候那愁的眉头紧索 那可能就是喜欢的对大笔分落后 有时候又瞬间一点惊喜 那可能是喜欢的球员进了关键球了 有时候大喊一声 那 那是坐过站了 就看他零零点一秒冲出车门 这也算是地铁里绝杀了呀 在公司看球 为了不被老板发现正在偷偷看球 讲究不交不造 不急不徐 看见进球了 不交 持皱眉装盲工作做 看见丢球了 不造 持皱眉装盲工作做 看快工 不急 持皱眉装盲工作做 看单打 不徐 持皱眉装盲工作做 这哪是上班呢 这根本就是一门装盲的艺术呀 在家看球 球赛有四个阶段 看球有四个姿势 开场北京餐 中场一顿砍 进球起身战 绝杀大声喊 一摊二侃三战四喊 一摊二侃三战四喊 所以说 您永远也无法叫起一个看球的北京摊 除非是绝杀 或者误判 看球队准备独一份 北京球迷在看球队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一套独一份的准备 说的独一份 头篮没头进 跟队友说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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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迟到了 跟老板说 我的我的我的 忘到垃圾了 跟媳妇说 我的我的我的 庆祝同事交女朋友了 说我的我的我的 打住 这真不是您的 这是人家的 穿的独一份 你穿詹姆斯 他穿鱼的吧 你穿杜兰特 他穿张西哲 你穿哈登 他穿奥古 你穿什么 他都穿国安 那位说了 敢不敢穿打篮球的衣服呀 行啊 穿马不理啊 毕竟老马也是一北京爷们啊 吃的独一份 中国队比赛前 来碗颅主 豬10 中国队比赛后 来碗颅主 定定神 没有什么是一碗颅主 平不了个事 如果有 就加分菜碼 如果还有 就再加分菜碼 如果有有 就再加碗颅 Parts 3 看球队 变成各种角 北京人看球的时候 如果单听声音 你会觉得他能胜任球场 内外任何一个角色 一会当教练 One more pass No more phone 披赶的肉 给婉的够 跑ла头 干嘛呢你 突压伏啊 强坯了你 强侧转弱侧 局部多打手 男侧转女侧 欢乐二打一 一会儿当队员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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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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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空了空了 给我给我给我 好球 我的我的我的 一会儿当裁判 这球阻挡了 他站得比电竿还直 这球没走步 慢三步走了一小时了 这球反规了 难道是侵犯了他周围的空气 这球没退人 是不是他不配拥有圆柱体 一会儿当解说 这球非内视的很精彩 这球spacing拉得很开 这球不够aggressive 不合理 这球打得inside out 很合理 嘿这可真硬 关键时刻 筋腰比分 嗨您可真行 垃圾时间 敢打敢拼 好嘛这一身标 肉眼可见的囊肉 哎呦这头篮 可以载入史册 同样可以载入史册的 还有2019年篮球世界杯 这回世界杯可是在中国的 那是妥妥的载入史册呀 北京球迷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姿势 就等着这international的看球队 辈子的日子就要在我们的地盘开始了 还等什么呀 看啊 得回家了您呐 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 你一定要记好 I'm 长晓亮's fans 跟着我念 大声点 I'm 长晓亮's fans 公众号搜画家长晓亮 微博搜M豆没事 就是我长晓亮 本节目说的挺对 如有雷同 绝逼潮喜